今天咱们八大堂主 及两位副堂主都到齐了 各位兄弟 明天下午 咱们天地会 要干出一件惊天动地 千古流明的大事 董多主 刘公公那边 说会出什么问题了 刘公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 他只要把咱们带到御膳房 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以他大内总管的身份 应该不是问题 咱们得手出宫以后 朝廷官兵会穷追不舍 咱们该如何脱身 诸位兄弟 周围都看一下 天地会击败 都已经到齐了 等得手以后 就立刻出宫 迅速地冲出城门 只要是出了城门 咱们就算脱身了 出了城门 咱们就往这儿跑 宗舵主已经安排了几百个弟兄在这儿 他们会劫住追赶的官兵 并且负责接应我们 然后大家一起跑进山里 进了大山 那就是蒙虎归林 蛟龙入海 咱们就在这里 就可以听整个清廷 被他们的皇太后突散吧 公公 照击奴才们 有何吩咐啊 陈棍啊 公公 给御膳房送佐料的车 就要进宫了 你到宫外去接一下 车 刘公公 平时接待御膳房的料车 不是王公公吗 怎么今儿 怎么 本公公想换换人手 以后御膳房接佐料的事情 就交给陈棍儿了 怎么 你想要这差事 这差事 也没什么油刷 公公 您是大内总管 奴才们听从公公的调遣安排 公公记着奴才的孝心 什么时候 也给奴才安排个 与油水的差事 奴才会感恩公公一辈子的 得 好好干 忠心孝敬 以后有你的好 谢谢公公 好了 你们都各司其职去吧 爭 爭 快到了 小心点 站住 兵爷 是我呀 我是给御膳房送佐料的王全寿啊 你是没错 可是这几个伙计 怎么一个个都是生面孔啊 说起来真倒霉 昨儿啊 我过生辰 请店里的伙计喝酒 这没成想 有一道菜里出了问题 大伙 都闹肚子啊 那拉得是一塌糊涂啊 这给宫里送佐料 不敢耽误 没辙 我只好到朋友那儿 临时借了几个伙计 这不赶着送货来了吗 都闹肚子了 那你怎么没事啊 我哪能没事啊 我也有事 可我不来行吗 就这路上 我还拉了两回呢 又来了 看来这王老板确实是在挠肚子 你看他那难受尽 可是一下子来了九个圣面孔 我快 突然 岳中星归 一字 群听 镇香 看 焦头 何日 更重游 江南依其思亦无功 无酒一杯春珠也无望 霜无醉芙蓉早晚 伏相逢 姐姐 皇上来了 皇上 皇上不是忙着处理朝政吗 怎么突然过来了 今天朕较清醒 所以就过来看看 正好听见你 台义江南 朕真是好耳术 皇上快坐吧 给我安定上 我跟那边一起 发生了母带 并出发 并出发 不能浪贴 并出发 神经病 右看 想 亇 照片 提起来 我冲一下 是什么 我冲一下 我们快要找他 并快要看 怎能搞他 公司 你知道 我冲一下 你不过 他人家 还能看见 我冲一下 好 很多人 冰爷 真的什么都没有 来 阳手太阅了 你 过来 好 回来 这边 走了 那边 走 你 你 头儿 这几个人身上没有缩到唯利的物件 兄弟 那这几辆车 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把车上所有的物品都给我查一下 慢着 你干什么 想替我验货吗 李公公 今天的事特别 我得查仔细一点 看看这车上有没有什么刀剑武器 给我查 驾 头儿 这里面全是辣椒酱 珍太娘的辣 你说话小心点 什么叫珍太娘的辣呀 这些可都是给万岁爷和太后娘娘 做御膳用的佐料 你这话 本公公要是告发上去 小心你脑袋搬家 李公公 属下都是在执行公务 您就别抓小辫子了吧 继续查 皇上 姐姐 皇上 怎么今天看英格尔这脸色 有点不太对劲啊 怎么 应该有事不高兴啊 是啊 英大人今天好严肃啊 看到本寇寇 连个笑脸都没有 娘娘 寇寇 奴在哪儿能 又哪儿敢不高兴啊 听英格尔说这话 还酸溜溜的 怎么 被皇上兴趣了 朕哪敢训英统领 实话跟你说吧 英格尔怀疑刘光彩有问题 就派人暗中监视他 这不被刘光彩给识破了 郁闷着呢 英格尔 你怎么怀疑刘光彩有问题啊 而且还派人暗中监视他 娘娘您是不知道 奴才监视刘光彩 那是犯了皇上的旨意 谁知道皇上后来又变卦 还削了奴才一顿 英格 您可真行 你竟然怀疑刘公公 你该不会怀疑本寇寇 也在暗地里调查我吧 你还是皇上的侍卫统领呢 行了 小寇子 你就知道幸活乐灾 失落井下 两个成语连续用错 不过这意思倒是都对了 你啊 真是奇才 刘公公 陈棍啊 奴才在 怎么等了这么久 获宴好了吗 回公公的话 这个皇侍卫正在帮咱们宴呢 皇侍卫 货验好了吗 验好了 验好了 验好了就好 这几日正在筹备太后娘娘的万寿庆典 人手不够 御膳房也抽不出人来 让他们进去吧 折 伙计们 把车送到御膳房去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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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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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婉 朕想听你继续弹唱一江南 好啊 那臣妾遵旨 不是让你奉旨 朕是想请你弹唱一曲 朕现在啊 特别怀念江南 好 既然皇上想听 那臣妾从头给皇上唱 好 可死 乃 朕 朕 小婉 朕 朕 朕 刘公公 请带来 跟我来 走 这些是什么人 竟敢拿着刀剑 那不是大内总管刘公公吗 奇怪 他带着这些人来干什么呀 不好 他们要刺杀皇上 快 你去禀报英统领 喳 跟我来 我就跟你说了 快 快 快 什么回事啊 这是 刘公公叫他走多主 那一定是天地会的陈浸南 是天地会进宫了 他们不会 不会是去杀皇上的 杀皇 皇上 走 走 走 刘公公 这什么人哪 走 葬祖主 一切顺利 我们进刺宁公了 好 皇太后 正在前面的院子里喝茶的 再往前走 就是院子 太好了 如今 就算是援军得报赶来 也救不了狗太后的命 走 此宁公 他们是要刺杀太后 快 起禀八头领 出大事了 什么事 什么 你们在这儿守着 走 走 走 快 跟上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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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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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主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刘公公 糟了 咱们上刀了 撤 刘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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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这帮狗贼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毛大人已经和进军统领 带重兵包围了死进宫 这帮狗贼插尺难逃 英格 奴才在 看来朕真的是错了 如果你想杀刘光彩 现在就去 巴达在 多带些侍卫守卫皇上 英统领 还是皇上的安全要紧 那帮狗贼 交给卑职处理就行了 你们都不要吵了 要去赶紧去 朕还要在这里 听小婉给朕扶起 这 皇上 你们都不必惊慌 这其实是朕 跟皇额娘故意设的一个局 不认为 尊贤 这些人 要是 那位 也可以 伯母 这位 不认为 这位 柳子 娘 咱们 这位 消灭天敌会 喳 陈靖南 你终于落网了 牛宫才 本舵主真没想到 你终究还是一条狗 陈靖南 你是一条汉子 可是 你想推翻大清 行刺太后娘娘 真是痴心妄想 自不量命 刘光彩 兴许我们杀不了太后 但是你五十几口家族亲人 他们会死得很惨 你也够狠 拿自己几十口家人的性命 不当回事 宋堂主 为了这几十口的家人 你们整整钳制了我三年 我刘孟仁三年前回老家探亲 就被你们要挟了 没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其他的事情 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了 我也希望我的族人 能够平安无事 可是 你们想伤害万岁爷 伤害太后娘娘 我 我真的顾不上了 刘光彩真是了不起 他又不会武功 单身毅然同虎狼打交道 这要稍有不慎 便有杀身之祸呀 殷格 你还别不信 刘光彩的武功 比你高 刘光彩比我还厉害 朕也是刚知道的 黄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朕 今日朕算明白了 当初咱们下江南 黄娘为什么这么痛快 答应让朕带这么少的人去 但是因为有刘光彩这个特殊的身份 因为有刘光彩他身藏不露的高深武功 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保护着你 看来 你对你的主子 真是万分的忠诚 万分的臣服 刘光彩 你真是一条好狗 一条熟点望族的好狗 今天 你骂我什么都行 我不还嘴 你们 口口声声要反清赋明 听起来是多么的冠冕堂皇啊 可那只是 你们自己满足私欲的一个借口 大清的江山 坚不可摧 说得好 说得好 陈济南 你来听听同为汉人的刘光彩说得多好 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 你真应该放下身段 好好地听一听 别看他是个公公 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难道 你就不能从他身上悟出些道理吗 好 本多处处的道理 那就是人和狗没有共同的语言 就是千万不可相信一个高太监 陈济南 如今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你 只要你答应 放过刘光彩的几十口族人 不再同我大清为敌 哀家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不耳机不目不态 本多处知道 你手段老辣 能阴仙教诈 可是没想到 你还会如此地天真 陈济南 皇太后心慈手软 为了刘公公的家人 破例恩赐饶过你命 难道今天你还想逃了不成 我告诉你 你们要是能够逃出去一个人 我敖 就枉为天下第一大将军 放下刀剑 我们还可以坐下来谈谈 波尔吉 本多处既然亲率八大堂主来了 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宫 今天既然要不了你的狗力 那么本多主就把命留在这儿了 兄弟们 杀 人都说难得 哪是 老太 Do you like it 主人 说话 尤其是 这也不许太哲力 你得报警 他批判你 他要有损失 他要给你 资本书 听见得批刀有行 你藏得可够深哪 宋堂主 论武功 不是本公公的对手 看在你妹妹的份上 不让你进宫 你就是不听 今日之事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看在你妹妹的份上 你投降吧 狗贼休想 你将天地会害得这么惨 也就是死 也要拉你做个垫背的 我千万不想活 我爱你 你命这 你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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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 你生死 走 皇上 咱们要不要去慈宁宫观战啊 朕跟皇姑娘商量过了 决定不去影响敖拜和刘光彩剿灭天地会议 和刘光彩剿灭天地会议 那皇上现在没危险 那奴才能不能 想去抢宫吧 恐怕你还没到 敖拜跟刘光彩已经把宫抢完了吧 皇上奴才不是想抢宫 奴才在江南的时候跟陈靖南过过招 奴才知道他有些本事 奴才是手痒痒了 皇上您就放奴才过去玩玩呗 好吧 奴才多谢皇上 不餓吧 皇上 婉祖 那奴才不允,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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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公里 你不敢杀他 六公公 我可不是跟你抢公 盈戈儿 你不知道 他是口口的哥哥 什么事啊 各位大人 天帝会贼手陈济南 率人进宫 行刺皇太后 娘娘怎么样 卑职是皇太后身边的侍卫 奉太后娘娘旨意 来告知各位大人 让陈济南进宫 是歼灭陈济南的圈套 请各位大人放心 为保证各位大人的安全 请各位大人暂时 不要补出攻防 天帝会的毛贼 都杀光了吗 傲大人和宫中禁卫统领 正率人在慈宁宫花园 与毛贼打斗 尚未结束 本王要去三战 建青王 这个可不行 本王要杀了陈济南 以报构陷之恨 给我让开 建青王 建青王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说啊 他是我的 你不能插手 陈大人放心 本王不与你争辜 本王就想请他吃上一剑 以报构陷之恨 便让于你 恶狗嫉妒 你私奉天帝会 你们皇上没要你的命 你的命还真硬啊 哪有那么多废话 你不怕 你 Musk心情 你可不怕 你不怕 你杀了 然后就行 还要 进来 还有 娘 你 我最后 你要是 你个人 你要是 什么 我 我 你 他 这 你 他 我 我 你 我 我 皇上 您给寇寇说说话吗 寇寇要是走了 您跟姐姐啊 还能说说肉麻提起话呀 是吧 你这个鬼丫头 你这是在为难朕 朕才不帮你说话 你要去啊 就问你主子 你主子同意了 朕就同意 姐姐 你若同意呢 朕就派几个侍卫跟着他 不会有危险的 那皇上都这么说了 行 你去吧 可是 你一定要小心点 千万注意安全 别伤着自己啊 姐姐放心 谢谢皇上 谢谢姐姐 什么建议 这 这 真是 能看得到 没有 还欣赏 是 有 我 不 有 雅 你守了性命 陈锦南 我能给你单打独斗 不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江青王 你这是干什么 豪大人 此人武功高强 本王再助你一箭 本王的仇已经报完了 你这个 阴险卑鄙的小人 我 站住 不得无礼 这是寇寇小姐 英统领的新上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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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战之后 他一定会急着 嫁给英格尔的 皇上 你说 寇寇和英格尔感情那么好 也到了成亲的年纪 不如 皇上给他们止婚吧 好啊 朕正有此意啊 那这样 朕来做止婚人 你来给他们做 成亲里的 证婚人如何 皇上这个主意好 英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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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寇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观战的 快把他带走 寇寇 这里太危险了 你先回去好不好 哥 寇寇 寇寇 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哥 宋寇 你妹妹来了 快把头放下吧 应该是求你了 哥 你怎么会是 天定会的人 你不是一直在做生意吗 寇寇 可一生就做一批大买卖 也就是为了反清复明 寇寇 我不是私欲 宋寇 你一定要在你妹妹心目中 留下仇恨的种子吗 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吗 你把刀放下 你给我猜 你再敢进一步 宋寇 哥 宋寇 你不必如此 万岁爷跟太后娘娘 是非常仁慈的 根据你的情形 他们会饶你一命的 天定会好汉 即是太生怕死之辈 哥 快把刀放下 快放下 哥 哥 哥哥 哥哥没能照顾好你 让你受委屈了 记住哥哥的话 好好活下去 宋寇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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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人 这德飞的侍女 竟然是天定会堂主的亲妹 你看到了 也听到了吗 真是没有想到啊 天定会堂主的妹妹 竟然已经打入了皇宫 董小婉身上又有和秘密 我们一周会议 是不是该查个水落石出呢 该查 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那这里都是你敖大人的人 请下令抓人吧 来啊 把这人给我带走 我看谁敢动口口 婴统领 我们义争会议 要严审这个天地会堂主的妹妹 请你立刻交人 剑妻王 你也看到了 口口压根就不知道 她哥哥是天地会的人 英格尔 做戏有何难呢 寇口是何人 她又是如何进入皇宫的 我们义争会议 一定要查个清楚 没错 这事必须要查清楚 我会把寇口交给皇上 由皇上彻查 英格尔 此事不必禀报皇上 待我们义争会议彻查之后 我一定会向皇上 和太后娘娘禀报的 来啊 把人给我带走 谁敢抓可口 英格尔 你这是循私王法 你想让宫中的侍卫 争斗流血吗 要知道这犯的可是死罪 英格尔 你千万不要跟他们抵抗 这样会给你带来麻烦 可口没事 你赶快禀报万岁爷 好 寇口你可以带走 但是你不准备寇口用刑 这个你放心 寇口的身份比较特殊 如果用刑的话 必须有皇上的旨意 来啊 把人给我带走 撤 哥 哥 哥 我立刻去禀报皇上 我立刻去禀报皇上 天地会解决了 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怎么又带出 寇口的事来了 刘光彩 寇口是天地会 重要堂主的妹妹 这件事 你为何不禀报哀家 太后有什么事 或者是奉口女娘 寇口对她哥哥是天地会的堂主 一无所知 奴才也没有想到 寇口去看热闹 竟然碰上了宋船 寇口是无辜的 她再无辜 七兄是天地会的堂主 她又身在皇宫 能洗脱嫌疑吗 这 如今 她被议政会一抓到 是件麻烦事 是 是 是 奴才糊涂 奴才该向太后娘娘禀报 但奴才怕给太后娘娘添麻烦 你怕给哀家添麻烦 此话怎讲 太后娘娘 这收网消灭天地会贼手是大事 太后娘娘跟万岁爷 一定是通过气的 德妃跟寇口亲如姐妹 万岁爷也对寇口无比的厚爱 奴才想 万岁爷要是知道寇口 有一个天地会的哥哥 定会给德妃娘那个面子 放过宋传 这样就会节外生枝 影响了太后娘娘的灭贼大忌 你倒想得很仔细 可如今出了这个意外 一阵会议定会拿这件事 打做文章 什么 你说寇口他哥哥 既是天地会的人 奴才请皇上下旨 赶紧放了寇口吧 奴才真怕他们对寇口用刑啊 没有朕的质疑 和皇额娘的质疑 他们是不敢用刑的 但颜个人你要知道 寇口这件事情 朕不能马上下旨放了的 因为朕必须要让一阵会议 审出一个结果才行 明白 只要他们不对寇口用刑就好 皇上 寇口之前 绝对不知道他哥哥 就是天地会的人 我们一直都以为 宋传只是个生意人 再说 寇口进宫以后 就再也没见过他哥哥 朕也不相信 寇口之情 但现在议政会已知道了 议政会已不会相信的 而且议政会一定会拿此事 大作文章 是啊 皇上 议政会已肯定会拿此事做文章的 他们肯定会重启飞飞的事情 是啊 看来议政会已抓寇口 是罪污之意 是罪污之意 不再久了 刘光彩 议政会一定会问你 你是如何进入天地会的 也定会问你 寇口是否真不知道 他哥哥是天地会的人 皇帝也一定会问你的 你是这件事唯一的证人 你如何回答问题 将会决定德飞的命运 太后娘娘是说 寇口的事会牵涉到德飞娘娘 这还用说吗 寇口的哥哥是天地会的重要堂主 那显而易见 寇口很有可能是他哥哥安排 才进宫来的 之前柳二云瞒着你 用解药让董小婉怀了孕 那件事只是柳二云干的吗 若有寇口的参与 那调包之事便一如反掌 董小婉的妹妹是天地会的人 那董小婉又是何人 董小婉进宫是否早就存有祸心 太后娘娘的意思是 叫奴才在万岁爷面前 一阵会议面前做假征 说假话 刘光彩 若关键时刻一句假话 能将我大清一个重大祸患去除 这句假话值万斤哪 奴才 谨遵太后娘娘一旨 若你做了这样的证词 皇帝再无能力保护德飞 德飞解决后 后宫和朝廷才算是真正的太平 你的那个证词 要在关键时候听哀家的旨意才可以说 这之前 任何人 包括皇帝问你这件事 你都说太后有旨 暂时不能说一个字 你明白吗 奴才 谨遵太后娘娘一旨 刘光彩 你为了大清做出极大的贡献 哀家要不惜一切代价 救出你的几十口亲人 你现在去传敖拜和嫉妒 多谢太后文典 小文 别害怕 皇后娘盛名 她怎么会相信 叩护十天帝会的人呢 再说了 刘光彩是知情人 她可以出来作证的 就算议政会议拿此事做文章 也要失败 放心吧 这件事情 皇阿娘定会和朕 保持一致的 皇上圣明 这事只要皇阿娘和皇上保持一致 议政会议想掀起什么风浪 也怕是妄想 是 皇上 只怕你过于乐观了 你若知道太后娘娘对我做过何事 你便明白 太后娘娘是多么地深不可测 可我不能告诉你 小婉永远也不能告诉你啊 皇上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两位大人为何就是不信呢 这位大人 他亲眼看到我与哥哥相见时的情绪 大人你看 我跟我哥哥像是一直有联络的样子吗 大大奴婢 你一口一个我 一口一个我 被你们家主子惯得没样子了 你不知道 你该称自己奴婢吗 我是奴婢 可皇上都允许我不自称奴婢 我与两位大人素不相识 我也没有犯过任何的过错 我为什么要自成奴婢啊 荒肆 就凭你不懂卑尊 违反了宫中的礼仪 就可以将你痛打一顿 他妈 你不打死我算了 我哥哥已经死了 我又不是想着英格 想着我家主子德妃娘娘 我早就不想活了我 一阵会议想借此事做文章 这个儿子很清楚 可您怎么也会相信 寇寇是天地会的人呢 信不信这件事必须要有证据 寇寇只有这一个哥哥 听说他俩感情极深 要说寇寇并不知道 他哥哥是天地会的人 说得过去吗 皇后娘 这件事情 儿子想 您跟儿子的想法判断 是一模一样的 儿子了解寇寇 寇寇这个女孩 平时嘻嘻哈哈的 她真的是很善良 没有什么心机 她怎么会跟天地会有瓜哥呢 皇帝 天地会的人都是受过训练 甚至誓死如归的 寇寇要装成嘻嘻哈哈 一点心机都没有 恐怕并非难事 再说了 董小婉是寇寇如意家人 董小婉到底又知不知情呢 皇后娘 皇后娘可别把小婉 也扯到这件事情里来 如果说寇寇是天地会的人 那必须得有铁的证据 要不然儿子不会相信 你要真想死 真敢死的话 你往墙上撞啊 无人拦着你 你这个天地会的小奸细 死了也活该 你这个混蛋 我才不会上你当的 我死了 你会说我畏惧死杀 然后下海德威娘娘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来人哪 在 打着小奴婢武士大棍 驾 放开我 皇帝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若寇寇是天地会的奸细 那董小婉进宫的目的 便十分可疑 就基本可以肯定的是 陈靖南和寇寇的哥哥 知道皇帝爱上了这个女人 就精心策划了一个阴谋 皇后娘 这件事情如果寇寇 真的是被天地会安排的 那又怎么能证明小婉 就是天地会的人呢 小婉对这件事义无所知 她何罪之有 义者回忆 想借此事废除得飞 那就是欲加之罪 是借题勾陷 朕绝不答应 皇帝绝不答应 皇帝这话 难道是要同义政会议 因为这件事动武吗 是想动用两皇旗 保护自己的女人吗 皇后娘 现在儿子还真想动用武力 好好整治整治那帮 义政会议的王公重臣 不过儿子不会这么做 儿子不会动用武力 对付自己人 儿子现在非常痛苦的是 在董小婉这件事情上 皇额娘的意见 居然和义政会议 如此一致 额娘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为了大清的江山 放开 放开 好 你 这个 不会 你 我 有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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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你看你哥哥 他就是个恶魔 他竟然敢进攻行刺皇太后 我哥哥是好人 我哥哥是好人 你才是混蛋 你才是混蛋 行刺皇太后的人怎么能是好人呢 天地会的人 没有一个是好人 你看他们 一个个都像是阴沟里的老鼠 你 所以他们又叫做 老鼠会 你跟他们不一样 寇寇 他们又脏又臭 你是个又干净又漂亮的姑娘 现如今 又进了皇宫 那就是我们的人 所以你应该对你哥哥 那只又脏又臭的老鼠 吐吐吗 你 呸 我哥哥是好人 天地会不是老鼠会 你哥哥就是坏人 天地会就是老鼠会 你跟他们都一样 你也是天地会的人 我就是天地会的 怎么着 金路官 全都记下了吗 王爷 都记下了 好 德飞现在完蛋了 你 给我拉出去 你个混蛋 你陪我说假话 你个混蛋 放开我 小婉 明日的一阵回忆 你不要怕 照实回答他们的提问便可 明日皇额娘也要清明太和殿 想来茗玉的局势 一定是极为严峻的 皇上 你可一定要有所准备啊 也没有寇寇的消息 不知道 她会不会说错话 就算寇寇说错了话 也是索尼跟简亲王他们逼的 朕不会认的 明日皇上一定要冷静 不管发生什么事 皇上都万万不可冲动啊 你放心 朕会冷静的 皇上 要不 明天奴才多带几个人去太和殿 不必 往常带多少 就带多少 一个也不必多带 皇上 多带些侍卫 也能阵着那帮狂妄的大臣 英格尔 皇上不让你带那么多人 是皇上的胸怀和气度 再说 明日太后娘娘也要清明太和殿 你带那么多人去 不伤太后娘娘难堪吗 听听德妃娘娘说的 你还不如德妃了解朕呢 不过英格尔的人 一个顶十个 阵着那帮义政大臣们 也足够了 没事 你的家人可都还平安 谢太后娘娘 亏得太后娘娘 让欧拜大人 放走了那几百个天帝会的人 还把那三个受了伤的堂主 交给了他们 他们将奴才的家人 全都放了 奴才的家人 平安无事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哀家这次叫你来 有件事要叮嘱 明天一阵会议将决定 由寇寇引发的德妃之事 皇帝要去 哀家也决定出席 明天你的证词 将是至关重要 太后娘娘放心 此事重大 奴才 你 我 我也要 见过 信睹 往 documentation 我 能ger 你 跟着 危 皇太后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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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后说得对 若不是事关重大 哀家不会出席此次朝议 哀家到太和殿大殿内说话 总有干政之嫌 对吗 太后娘娘 今日义政会议所义之事 涉及到废除得飞 此事并恍小不快 所以义政会议 还真得恭请仰仗太后娘娘做主 简亲王太高抬哀家了 如果所义之事证据确凿 义政会议只要一律做出决定 那皇帝与哀家自然无权反对 所以今日能够做主的不是哀家 甚至也不是皇帝 从着两三 second 肅仓实伙所义 上参和与我惊的 奥再扯过 天毕会议 当 ہیں 董小婉进宫实在有不测之目的 现有证据表明董小婉进宫 可能是天帝会内应 恳请皇上立即下旨 废处得飞 郑王爷 如果皇帝还像从前那样 不同意废妃 那么义镇会议 有什么办法呢 太后娘娘 此事重大 臣党已议过 如果皇上还像从前那样 坚决不废妃 义镇会议为了大清的江山设计 将行使权力 直接废处得飞 继续 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进宫里就是要来加害于朕的吗 皇上 要知道寇寇是天地会的人 德妃是否知情 这件事需要由义政会议对他当面质询 请皇上允准 好 刘光才 奴才在 去把德妃请进来 是 有叩叩的口供在 本王倒想看看 皇上你还怎么偏袒冬萧万 臣妾参见太后娘娘参见皇上 太妃 平身 谢皇上 德妃来了 各位大人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臣谢太后娘娘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你也是 当大臣审案的公证 真是口出狂言 嫉妬 审案的时候 不要那么激动 再说 德妃 她的罪名还未查身 你对她不得无礼 朕请你啊 对朕的爱妃 尊重一点 臣刚才失忆 臣为了大欺 情绪有些激动 请皇上见谅 继续吧 哥哥 你方才说 你说错了话 你说了什么 我 那个嫉妒 结着坏到极点 他故意不断地辱骂我哥哥 进我上当 我 我上当了 我说了一句 我就是天地会的 你想怎么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我就 故意着急 这可被他们抓到把柄了 英格 怎么办 德妃明知其侍女是天地会的人 而拒不承认 还加以包庇 臣以为 这是德飞对天地会的同情和支持 臣进一步推测 这董小婉本人 是不是也是天地会的人呢 若是 则在江南 董小婉他本人有意魅惑我大清的皇帝 试图进入皇宫 祸害我大清的江山 建亲王言之有礼 此事重大 恳请皇上明审明断 皇上 臣负义 左大人言之有礼 臣负义 臣负义 对三阿克下毒一案 之前 我们只知道是那个天地会奸细 柳二云所谓 如今真相大白了 这至少 是寇口与柳二云 相互配合里外联手做的案 也更可能 便是董小婉自己的手笔 柳二云为了掩护德飞跟寇口 主动逃出宫去 还留下张字条 诗以迷雾 可惜 天网灰灰啊 德飞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本宫无需多解释 本宫想说的是 义政会议所强加给小婉的罪名 都是莫须有的御家之罪 小婉在江南时 尚不知皇公子便是当今圣上 又何来祸害大青江山可言 朕啊 对刚才简亲王嫉妒 朕所详细的分析 先做一个总结 那就是胡言乱语 信口辞皇 皇上 臣妾恳请皇上莫要激动 事实的真相是篡改不了的呀 德飞 你别说话 朕 就要和他们讲讲事实 是 太后娘娘 皇上宠爱德飞 哪怕德飞犯下滔天罪行 皇上也绝不会下旨飞飞 老臣以为 这件事情 皇上走得太远 义政会议必须做主了 郑王爷不必着急 义政会议断案 首先看镇体 先听皇帝把话说完 郑王爷 你不要太急了 董小婉是天帝会内应 那根本就是 无稽之谈 朕在江南 是以皇公子之名认识小婉的 何有小婉有意魅惑我大清皇帝之说呢 这就是事实 皇上 宋寇寇寇已经有供词在啊 那皇上是否认为 寇寇是天帝会的人 这 难道也是假的吗 首先 朕不相信寇寇是天帝会的人 德飞更不可能 是天帝会的人 朕现在回答所有问题 你记得 听好啊 如果寇寇是天帝会的人 朕无所谓 如果德飞也是天帝会的人 朕也无所谓 朕照样会一如既往地爱他 太后娘娘 您听见皇上 对一周会议的解释了吗 皇上这是 逼我们一周会议 立即行使全力 废处得飞 太后 皇上已经被这个妖女蛊惑了 皇上 已不顾我大清江山的安危了 老臣恳请太后 再劝劝皇上 如果皇上还是一意孤行 不听劝告 议政会议 将立即宣布 废非 皇帝 你的这番话极为不妥 你必须给哀家和议政会议个解释 你为何要这么说 皇后娘 各位议政大臣 朕之所以这么说 那是因为 朕相信大清江山 已是固若金汤的自信 是朕 对自己权威的自信 区区一个天地会有什么了不起 若我大清 将这天地会视为洪水猛兽 那就太抬举他了 在朕看来 这陈静南的天地会 就是一群乌合之重 因此朕 才没有追究寇寇是否是天地会的人 德妃又是否知道寇寇是天地会的人 或同情天地会 朕只知道 朕和德妃是真心相爱的 没有半点杂志 德妃也绝不可能有丝毫害朕之心 这就够了 皇上的胸怀与自信 令臣十分钦佩 但是皇上若是出于 深爱德妃娘娘 而不予追究 臣难以接受 请皇上三思 皇帝 敖大人的话 你都已经听到了 最忠诚的敖拜都表明立场 皇上若是天地会 是天地会 宣布立即废除德妃吗 皇后娘 儿子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那皇帝打算怎么做 应该 奴才在 去把朕 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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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奴才在 带过来 驾 皇上 豈不想 这倒是 不是 不想 吧 否则 哪里 这倒是 二来 天地 呐 你 鱼 捧 天地 生 皇上 众位爱卿都平身吧 谢皇上 众位爱卿 想必大家都认得 这四方齐印吧 两方是正皇齐 两方是相皇齐 这两方齐印 是皇额娘不久前 刚刚交给朕的 皇额娘在交印的时候 还特意要朕保证 绝对不会用它 来对付自己人 其实不被皇额娘叮嘱 朕也不会用它 来对付自己人 如今 朕不仅将皇额娘 交给我的旗印带来了 也把朕之前 自己掌管的另一半齐印 一并带过来 皇上 你这是要干什么 一阵会议 只是为了帮大清清除隐患 绝对没有丝毫要皇上 交出齐印的意思 我认为 皇额娘 各位陈宫 朕 是绝对不会废掉得废的 若你们还是一味地 给德飞定一个 莫须有的罪 那朕告诉你们 你们大可不必 朕现在 就带着德飞离开皇宫 朕这么做 朕绝对不是义气有势 更不是有意要要吓谁 朕是反复思量之后 才做了这个决定 想要解决德飞之事 是有这么一个办法 所以朕就成全你了 今日啊 就将这四方起义 拿出来还给朝廷 还有朕的玉玺 在御书房 也一并还给朝廷 大清江山 有皇额娘 何更为忠臣在 我安心绝罗府里 放心了 皇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定 伏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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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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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下 皇上 皇上 你不能这样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啊 臣实在是无法接受啊 皇上 臣也无法接受啊 臣恳请皇上收回这种 害人的想法 从长计议啊 敖大人 苏大人 不必难过 既然这是皇上 深思熟虑的决定 我们义州会议是拦不住的 我们义州会议 现在最应该跟太后娘娘一起 在皇上退位之后 择立右军 起来吧 谢 太后娘娘 敖大人 你先别难过 见亲王 你也高兴得太早了点 皇帝他才二十三岁 他怎么会退位 说实话 哀家对皇帝 今日的表现十分欣慰 尤其是皇帝 为了避免 不可调和的冲突 毅然决定交出两皇旗 赖家为皇帝喝彩 好一个大清皇帝 皇后娘 儿子知道自己很无忧 但儿子没办法 儿子必须要这么做 儿子 日到不消 儿子让皇后娘失望了 不 主席 你没有让额娘失望 额娘不是在嘲讽 讲的都是真心话 皇帝真是成熟了 皇帝已经成为一代明君 这是我大清之福 皇姑娘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这个太阳儿子不尽了 太后娘娘的话 不仅皇上不解 臣等也十分不解 太后究竟是何旨意 请太后明示 太后娘娘 现在是不同意废处得飞了吗 难道太后要置我大清江山不顾 继续容忍一个汉女为妃 继续容忍皇上要这个汉女 不要江山吗 俭亲王 你问得好 哀家的旨意便是 得飞不能废 不该废 皇帝既要董小婉更要大清江山 董小婉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 她值得皇帝这样爱她 嬴统领 兄弟 我知道你们归进卫统领馆 可兴许不久的将来 你就归我管了 明白了吗 嬴统领要高升了 备制恭贺嬴统领 下去吧 是 寇口 你没事了 太后娘娘是站在皇上这边的 刚才太后娘娘说了 再也不准提废戳得妃娘娘的事了 你没听错吧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 我不想 就是 我 现在 我 的 就 是一正会议 郑王爷 咱们从这件事情的起因说起吧 本来德飞的风波 宫中已经平静 是哀家收网 消灭天地会贼手之事 爆出寇寇 是天地会堂主的妹妹 才会带出后面的事 送寇寇是否是天地会的人 是的话 兴许德飞会受到牵连 但若不是 那既冤枉了寇寇 也冤枉了德飞 哀家说得对吗 刚才简亲王说 寇寇已经承认自己是天地会的人 这是真的口供 还是被右供逼供的 打尽天地会的大内总管刘光财 就最清楚 下面让刘光财回答这个问题吧 下面让刘光财回答这个问题吧 不过哀家要说明一下 刘光财是我大清的忠臣能臣 所以他说的话绝对可信 若是有人怀疑刘光财的话 就是怀疑哀家 刘光财 自己不能把财 gusto 거� Hur 很总 land 刘光财 刘光财 叶光财 这是案子 科官 刘光财 以性命和对大清的忠诚启示 下面说的每个字 都是真实可信的 德妃娘娘 她的侍女宋寇寇 对她的哥哥 是天地会一事 毫不知情